2014年香港占中行动延烧 陈文天等人率众包围香港驻台办事处一楼 这香港驻台的窗口 港府在5月18号突然宣布暂时关闭运作 特区政府说有关安排和台湾现在的疫情无关 目前没有其他补充 台湾香港在2011年双方有共识下互设办事处 但十年后政治氛围不同了 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 我方均予尊重 今天香港政府单方面做出来此一决定 我方甚感遗憾 港府暂时停止驻台 传出是我方不合法签证 但陆委会否认香港驻台人员签证仍有效 相关人士也都没提出申请 但我方驻港的签证就快到期 港府却迟迟不批准 八位我们都希望他们坚持到底 到底是什么时候 到底就是我们都依规定向港方申请这个签证 但是港方都迟不发给我们 那么我想这个应该是港方设置的不合理的要求 我希望这个办公室不会今年年终最后就关门了 我方驻港签证因为一中原则没有共识卡关 先前眼力亭反送中跟港府不同调 台港关系从有共识逐步走向冰点 TV新闻小明镇全入文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按赞订阅